您好,我是六年五班孙明慶 今天我要为您导览的是 黄公望的作品 《复春山居图之千变墨运》 这幅画是黄公望八十多岁时的巅峰之作 历经了三、四年之久才完成 《复春山居图》是在免会秋天时 《复春江两岸的景色》 画面开始的第一段 是从俯瞰的角度 画出占据在眼前的第一座山脉 以细长劈垂的线条 呈现出浑圆松软的高山 及山式的绵延转折 并且用湿润的墨色 表现出草木茂盛生气盎然的样子 在山头上有明显的小山石堆叠 称为帆头 再用不同大漠画出远山 及秋天时节空气沉浸的风景 呈现出山川浑厚草木滑芝的江南山水特色 看完这幅画让我感到真正厉害的人 是可以使用简单的墨色 做出不同层次的画面 再用弹幕和龙墨的区别 做出远近不同的感官 这才是真正的大师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 皇宫望在水木画中的地位那么高了 以上是我的讲解 谢谢您的聆听